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巴黎的湘西烈恒大街 可以看到奥运会今天开幕 所以整条大街都被装点上了奥运的标志和符号 我身后的很多人都是去参加奥运会的开幕式的 现在巴黎下起了小雨 但是不要担心 巴黎的雨就是这样的 它会偶尔下那么一会儿 所以这两天如果您在巴黎看奥运会 不用担心 如果下一个话 就找一个咖啡馆坐一会儿 连雨就停了 那么在这段时间 我们欧洲卫视也会继续关注巴黎的这些奥运会 这个奥运会的重点的体育项目 也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这种奥运会的体验 我们知道巴黎是第三次主办奥运会 所以力求奥运会能够有不一样的重现 所以这回很多的比赛场馆都是在巴黎的地标 也希望能够付与它不一样的奥运的符号 可以看到我现在我身上挂的这个标牌 已经有很多的有意思的徽章 所以这段时间如果您在巴黎的街头看到我的话 千万不要害羞 过来找我换一个你喜欢的徽章 大家好 我现在又来到了巴黎的蒙索公园 这里面有一个这个场地是供大家来看这个开幕式的 因为在巴黎呢 有大概20多个这样的区域可以看奥运会 我们知道今天的奥运会是塞纳河上 所以呢 即便你到现场也不一定能看到完整的奥运会 但如果在这里的话呢 你可以开幕式就是一个上帝的视角去看 而且呢 在巴黎我们知道它的房屋是比较老旧 那么隔音就不太好 如果你想拥有一个看奥运会开幕式的这种热烈的气氛 那么到这种场地来看还是华尔先 本次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无疑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 开幕式在塞纳河畔的标志性地标埃菲尔铁塔下隆重举行 充分展示了法国的文化和艺术魅力 整场表演以团结与和平为主题 融合了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 给观众带来了震撼的视觉体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开幕式创新的在巴黎市多个中心地标同时进行 利用无人机灯光秀和音乐表演 展现了巴黎作为浪漫之都的独特魅力 来自206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们 在壮观的烟火和欢呼声中依次入场展示了各自国家的风采 最后伴随着法国著名运动员的圣火传递 奥运圣火在杜勒利花园点燃 整个开幕式达到了高潮 欧洲卫视巴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